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要融入社会各的过程当中是否是困难重重呢 而社会人士在跟特殊孩子相处的时候是否曾经忽略了什么 或者是在不轻易之间造成了孩子或是对方家长的困扰 联系基金在kidsfirst.sg网页中就分享了三个特殊需要的孩子的故事 我们来看看今年六岁的Zeon他患有自帝症 一起来听听他的爸爸有些什么话说 进去在两岁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他有一点不一样的举动了 所以就去上网查询 就感觉这种症状是关于自帝症的 我常带他到游乐场玩 有时遇到其他的小朋友就希望Zeon可以跟他们一起玩 但是因为Zeon不说话 那些小朋友就以为他不想玩就不理他了 全天下的父母都是关心自己的小孩的 我当然也是一样 我也希望Zeon长大后可以有个好的将来 可以自力更生 其实他跟其他小孩没什么不同 有开心的时候也有不开心的时候 会吵闹 也爱玩 我只希望大家多了解他一点 多点耐心 可以的话和他一起玩 怎么说 Zeon只是个孩子 我的孩子 Anna想要报诉公众的是 她自己八岁的弟弟Aaron 因为自闭症的关系 偶尔在公共场合会有一些异常的行为举止 引来旁人的异样眼光 为此Anna是感觉到相当难过的 而且希望旁人能够理解她弟弟的状况 但是Rigid,他一直都想赢 我看到人们判断Aaron 我会试试给他们 希望他们会明白 这是五岁的小女孩法莎的故事 这个世界对法莎来说是无声的 但是法莎的世界 却因为她自己的梦想色彩缤纷 他们 душ在百里奔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其他人统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Sit in here 然后继续 香港人 特殊的孩子可能心里有很多的话 不知道应该怎么说 而家长更是有许多的无奈 心里有苦衷 或者是感觉到委屈 却不能够出生 其实是相当难受的 在面部和Instagram就有一个新设立的网页 让护士说出自己的心声 那么同时也让公众朋友 有机会表达对护士的感激 护士这份工作是真的很不简单 需要许多的爱心 耐心等等 那么通过这个网页 我们一般的公众也可以了解到 白衣天使如何看待自己的工作 马上来看看当中其中一位护士的说法 这是一位资深护士Carmen Pooh 他在紧急部门服务 他说他在每天的工作当中 是病人教会了他很多事情 教他做一个称职的护士 特别是在紧急部门分秒必争 也逐渐让他自己训练成了 好像一位病师一样 而且他表示 有的时候他必须要协助清理 流产病人的胎儿 然后在这之后必须要再马上 改去诊治另外一名病患 他的一天就在无数次的来回奔波下度过 有的时候甚至连自己都忘记了 自己所接触的一切事物 其实是活生生的人民 不知道是庆幸或者是不幸 往往是病患的家属 无助的哭泣 才把Carmen从一片的忙碌当中 带回到一个像现实 那就是他所服务的对象 就是一个脆弱的生命 是这样子的一个经历 也再次提醒了Carmen 自己当初为什么要加入这个护理行列 看到病人痊愈或甚至指使 只能够做到减轻他们的疼痛 让他们的生命变好 且这些才是推动他 继续做得更好的动力 没错 那么Carmen的这个坎坎儿堂 堂就得到了网民的称赞以及鼓励 也有人留言了感激 他为病患所付出的一切 我们来看听大家的留言 首先Jennifer就竖起一个大拇指说加油 那么Gary Chan就说了 非常尊重你 也为你感到骄傲 还有Gary Hain 他说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反思 其实相信 这些回应不只是针对Carmen他的这番谈话 可能也是很多网民们 对于曾经照顾过自己的白衣天使 所想要说的话 身为护士要面对各种各样的病人 有时候还要日夜颠倒 如果没有了热忱的话 这个生活或者是自己也很难撑下去 是 其实不管什么样的环境 什么样的生活什么样的行列 要有这个热忱就是每一个人最需要的一股动力 李简龙总理前几天在面部网页上 就发表了一个关于青年节的贴文 他就说了这么一段话了 今日的梦想可以是明日的热忱 不要害怕犯错 因为这就是美丽的好处 你可以实验 不断尝试 然后发掘自己的潜能 未来总是兼具地勇于闯荡 创造属于你的未来 好 其实这张贴文当中最瞩目的 这个照片了 我想大家到现在都已经看过 就是总理和夫人还有好几位部长 这个大家高高一跃而起的照片 而且总理上网友们下了战书了 就邀请大家也把自己的跳跃照 上传到贴文的留言处 结果收到了有超过千个不同的留言 还有国人在世界各地的跳跃照 马上来看看 这些都是总理面部网页上的 网友们提供的跳跃照 看到这些充满活力的照片 是不是让你很想要轻轻松松 背起行囊到世界各地去充电呢 充电之余拍下这个跳跃照 很多人都会拍下来的 但是不知道下来的这个主角小象 他能不能做得到呢 听说这只小象最近环境世界去了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来看一下 非常幸运的小象 他到世界各地旅游去了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其实他有一个 让大家听了还有点心疼的故事 小象的主人是一名小男孩 但是他们失散了 这小男孩非常的难过 所以他的父母亲就告诉小男孩 说小象他环游世界去了 问题是这个小男孩 到底信不信父母亲的说法 这个善意的谎言呢 就制造了一个平台 让网民的发挥创意了 把这些小象的这个照片分享到这个网络上 那么这些网民就在这个图像编辑工具当中 就做了一些手脚之后 把小象的照片加点到世界各地的照片上 他们大家很好心在帮父母亲圆化 没错 来看看小象到底去了多少个国家 大家的杰作 首先白宫 还有铁塔泥 这个大家一般也很难去得到吧 生日和铁塔泥 跟老虎做朋友了 北极圈 这南极还有就是到了哪里 地鲁 挪威还跟鲸鱼一起游泳 你看 长船 真的 我不知道这个月球 或者是可能这些特别特殊的景点 然后这一般扁值也是可以到我这边去的 也许这个对小男孩来说也是一个激发 没错 刚才他长大了之后回想到自己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这段小插曲 也许有一天这个小男孩也会背起行囊 真的走向世界各地 随随这个小象的足迹去循环鱼 小象代替他去环游世界去了 他可能将来自己也会去环游世界 是的 相当热情澎湃的一个分享 非常地欢迎您可以到《诗诚有约》的面部网页留言 同时浏览八频道的新闻及时事节目网站 成为我们的节目内容 还有呢 我们制造了很多独家网络视频 一定要上去关闻分享 那么周末来临了 祝您有个非常愉快的周末 《诗诚有约》 我们与您再会 《诗诚有约》